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日根博主赛吉特 今天来介绍一下MatchCenture MatchCenture是一个完整的基于Web的远程桌面 终端和文件管理功能的远程管理工具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Web服务器上面部署使用MatchCenture远程管理 控制本地或者是互联网上面的其他任何的计算机 它支持的系统非常的全面 支持Windows Linux以及MacOS 只需要在想要管理的计算机上面下载安装代理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去管理这个电脑了 简单的文字介绍的可能不够直观 这里呢就是我装好的一个MatchCenture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添加了一共三台机器 一个就是我目前的控制的这个主机 然后这是我的博客服务器 这是另外一台服务器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个Windows 其他两个是Linux 我们点这个是Windows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点击桌面连接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来控制我们的电脑了 而且这个控制我们的本机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提示的 但这个提示是可以自行设置的 默认是不提示 然后关闭 我们再来看一下Linux Linux呢它是没有那个桌面的 所以呢它这边有个终端 我们直接连接终端 可以看到就可以正常的连到我们的终端了 而且是root用户来登录的 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 也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 也是可以轻轻松松的连到我们的这个Linux 终端上面 而且呢它这边会详细的写你的系统 还有你的一些信息 可以看到我这一台是底板10 这个呢是Ubuntu 这个呢是Windows11工作站板 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呢就是安装 这个软件我已经开发到了TunarScale 在可用应用里面就可以直接收到 一般情况安装这个软件肯定是要反向代理的 我们今天的教程都是基于反向代理来安装 关于traffic返向代理呢 我这边博客给了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的教程 还有这个软件是比较特殊的 在安装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是43端口 也就是说 它这个服务器和我们的这个桌面 也就是和你要控制的桌面的链接呢 它是43链接 而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traffic 它默认是9443 再说我们国内43端口也是没有办法映射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别的端口 比如说就是这个9443 所以我们这里要涉及到一个改端口 好了 我们直接来演示一下 首先到这个可用应用里面 然后搜索 搜索Mesh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MeshCentral 然后我们点击安装 名字呢 我们就使用它的名字 然后下一步 这里呢 是要填的 我们这里 HersName就填我们的域名 等下我们反向代理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域名 这就是我要反向代理的域名 然后同样 这个反向代理呢 这里也要填这个域名 我们填是一样的 这里呢 它问你反向代理的端口 像你traffic默认的安装端口 就是9443 所以我们这里9943 如果你改别的端口的话 同理这边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一些它的功能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一般的我们会选上这个iframe iframe就是你远程控制的时候 它直接在它原来那个网页上面显示 而不是直接弹出一个桌面 然后呢 它这有允许插件 这个允许插件我当时没有研究 这个软件它可能是 支持一些插件的 你可以大家去自行的搜索了解一下 质量可以打开 然后其他一般是用不到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这网络呢 等会我们是要修改的 我们暂时先让它正常的安装一次 然后我们再来修改这个端口 这个是储存 然后我们默认PVC就可以了 但你可以修改本地hostpass挂载之类的 我这里就不修改了 然后下一步 在英国瑞斯通理 我们要填上我们的非常代理的域名 然后选择一下我们的证书 然后下一步 下面全都是默认 然后我们直接保存 等到它部署就可以了 好 等到它这个已经变成绿色了 然后我们这样 你可以正常访问了 然后呢 我们就来修改它的端口 我们点了这个命令行 这里选择它这个本体 然后这个命令我们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进入了这个终端 我们直接修改 我们直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回车 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已经帮我写上了我们填的这个域名 然后还有我们的地址 但是呢 它这里的端口还是43 它并没有 它并不会自动的识别 我们这个9413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port改成9413 加个9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端口本来就是四十三的话 那就不需要进一步的更改 然后我们按Ctrl X Y 回车 这样就保存了 然后我们来推出 推出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修改它的端口 点击这个编辑 然后我们往下滑 找到这个网络 然后我们勾上这个高级设置 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目标端口 这个目标端口呢 我们也要改成9413 然后保存 当然它这里肯定会报错 它说node port 因此就说 它让我们填写node port 其实这个应该是它现在这个版本的bug 就是chunaskale的这个bug 我们这个node port 随便填一个 但是要填9000以上的端口 我就随便填个919014吧 然后我们再保存 然后等来它变成绿色之后呢 我们可以访问了 这里呢 我们先注册账号 点这个create网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 它是要求有一定的强度 让我们点击create 这个软件其实它是支持这个中文的 我们点到这个 然后点到这个本地设置 这边有个中文 这里时区我们也可以选一下 我选择中国 然后再刷新一下网页 它就变成中文了 当然这个中文呢 它是积翻的 也就是说它很多东西 翻的比较乱七八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添加我们的设备 点击 第一个 然后让我们新建一个设备组 这就是分组 然后这类型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进行代理管理 OK 然后说此设备中没有设备 然后加1 下载我这个电脑是Windows 11 64位的 让我们下载 也就是说你下载这个软件 到你想要安装的地方 想要控制的电脑上面安装就可以了 让我们打开文件夹 然后点击 好 这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链接的信息 你需要确保的是它这个链接的域名 还有单口号 是你这个 反带的这个我们访问的是一模一样的才可以 9443 否则是不行的 那你就肯定是上一步是这个的有问题 好 我们OK 我们选择install 让我们安装好 我们直接点进来 桌面 点到桌面我们直接点连接 连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控制了 但是因为我这连环套 我这根本就不知道 可以控制哪一个 大家可以在别的电脑上去尝试一下 我这里端线 它也可以连接我们的终端 可以看到 可以在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上面的终端操作 当然它也可以连接我们的文件管理 可以看到我们的C盘和D盘 这是我的D盘 然后 这是我的D盘 刚刚是我的C盘 可以直接在这里面上传文件 还有一些我们操作的事件 然后还有它的什么一些网络信息 一些细节 还有什么控制台 虽然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多的 它这边也会写了 一些我们的状态 这边可以控制 是否我们在远程控制的时候通知这个电脑 你可以看到默认是不通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通过这网页来控制我们的计算机 就控制你远程电脑 那个电脑上是不会显示任何状态的 当然它也可以支持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再添加代理 它支持Windows Linux BSD 还有这个MacOS 它这个连 安卓它都可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键三连 这对我很重要 非常感谢